35年前,他畅想护剧,从小周旋到护剧女皇,见证护剧起起落落,演绎人生喜怒悲欢,为时代而歌,毛善欲。 她叫毛善欲,是上海护剧院的院长,著名的护剧女皇,而在排练新剧邓世昌期间, 她却因为表演不到位,经常被导演训斥。 在毛善欲的演艺生涯中,天生的护剧演员是她出道以来外界的一致评价,她几乎没有因为演技的问题被导演骂过。 她是一个好像不起眼的女孩子,就是会演戏,舞台上很亮,一平一笑,一回眸,哇,接着戏,我觉得她连手指上都是戏,我不知道,我特别欣赏她。 我觉得有点紧张,我不是紧张我自己,我对自己也很紧张。 那么这次,毛善欲为什么会在排练邓世昌的过程中频频出错呢?她到底在紧张什么? 这就是户具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一个缩影,户具作为全国各地剧种的代表,应邀赴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 当时,毛善欲正在横幅小平以后后面的踩车上。 我就记得北京很多的年轻学生,一路跟着我们花车在走,她就说毛善欲,毛善欲,毛善欲,就这样子来欢呼。 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的追星啊,就如同今天我们去追那些,那些什么刘德华啊,追追那张子仪啊,一样的。 户具是以上海话唱的戏剧,其表现形式简单来说就是话剧加唱,是一个受众很少的剧种。 就是在上海本地,它的影响力也不如乐剧,那么为什么它能成为全国各剧种的代表呢?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毛善欲实在太红了。 1981年,户具一个明星的遭遇上演。 当时年仅19岁的毛善欲,因为饰演周璇而走红。 他来演周璇,他就是周璇,后来观众已经几乎把我跟周璇搞混了。 第二年,一个明星的遭遇,拍成了电视节目。 一句玄子,毛善欲依然当纲主演。 光是上海活,我觉得全部都很火的。 这个电视连续剧出来以后,就是毛善欲,毛善欲,就是一下子全部都知道了。 哦,护军界有出了一个毛善欲,出了一个明星。 大街小巷放的都是金丝鸟和为你打开一顺窗。 就金丝鸟就是毛院长唱的嘛。 那天天听到的就是这个,就等同于现在那个前年,等一回,几年前那种盛况。 毛善欲是护剧历史上第一位走出上海,红遍全国的明星。 她的出现,承载了整个护剧界的希望。 我以前还有个老师叫董元老师,他一听说我去旅游,马上就把我先合住。 他说别人都可以去,你就不能去。 因为你将来要担当重任的一个人,我们很看好你。 所以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就必须动脑筋,你就必须用功。 所以你是不能去的。 我那么小的时候,就被这些老师灌输这些东西。 你将来要承担责任,你将来要承担责任。 所以我满脑子都是这种东西。 在整个八十年代,毛善欲的荣誉多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 1983年,获第二届大众电视精英奖最佳女主角奖。 1984年,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同年,更是登陆央视春晚,演唱艳艳作为。 1989年,则获得了首届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 因为毛善欲,护聚开启了自己的黄金年代。 他叹气,两个人熟的不得了,他今天有别的,他有目的。 好吧,这样子。 护聚邓世昌,是上海护聚院2015年的大戏。 而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毛善欲一直很紧张,甚至到了表演经常不到位的地步。 到底因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呢? 其实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前辈们已经演过,邓世昌。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戏的名字叫《甲午海战》,叫《甲午海战》,是我们的很多位老演员演的。 《甲午海战》是户剧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拥有广泛的铁杆戏迷。 由毛善欲的老师,著名户剧大师丁世娥主演。 再次排演经典之作品,最保险的作法当然是《衣葫芦画瓢》,但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毛善欲选择了颠覆性的作法。 这个段落叫《甲午海战》,是户剧大师丁世娥主演。 这个段落叫《甲午海》,是户剧《甲午海战》中最经典的段落。 它的分量就像颜凤英在黄梅戏《天仙佩》中演唱的《枯七双双把家环》一样。 在老细尼的心中,可以用神圣不可侵犯来形容。 但是在新剧《邓世昌》中,《甲午海》被砍掉了。 那段《甲午海》的唱歌,可以说是上海的家喻户校的。 人人都会恨唱的,是我们丁世娥老师那段名唱段,好听得不得了。 但是那时候我在做我们邓世昌的时候,我一直跟编导提出来的, 我说有没有可能要保留这段唱。 那编导也想过,这个戏,这个段唱已经很成熟了,观众那么喜欢, 想办法把它弄进去。 但是我们的戏不是这样子来走向的,怎么样也进不去。 他这次考的邓世昌就是把它完全翻掉了,里面人物都动作了。 就是丁老师演的那个《金堂妈》没有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外面反向,反应很多的, 说肯定搞不过过去的,这么经典的戏。 这就是茅山玉一直很紧张的原因所在, 它是冒得巨大风险的。 要颠覆经典,那么不被观众接受的概率就非常大, 还会很容易被扣上背叛护具传统的帽子。 但对茅山玉来说,这是他现在不得不迈开的一步。 护具的现状不容乐观,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2014年2月,已经沉寂多年的这座建筑, 因为一群访客的到来而热闹起来。 他们的关系是同学。 1974年,他们承载着振兴护具的历史任务, 作为上海护具院大规模招生的第一批接班人而聚集到一起。 毛山玉说他们是逃兵,这是有原因的。 当年50人的团队,如今还留在护具舞台上的已不足5人。 他们大规模离开的时间段是90年代, 事实上,当时毛山玉也是其中的一员。 到了90年代,人们的娱乐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仅护具,几乎所有的剧种都陷入了困境。 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因为我刚结婚嘛, 因为我老婆她,他们有一个戏到乡下去演出。 她说今天我们到剧场,下面一个人都没有。 护具的黄金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作为抬柱子的毛山玉, 命运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长一段时间,毛山玉也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演戏, 大概5年至少有的,你到时候问问她看,我记不清楚, 至少有5年没唱过一个戏,大概。 就是泄气了,有点泄气,就觉得无所谓唱不唱, 没事,因为也没人看,也没关系。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毛山玉的很多同学离开了上海护具院。 好多就是戏不太演得到的同学,就觉得,可能觉得无聊, 可能就觉得好像就这样混在那个团里,也很无聊, 那么有的人他就自己出去找门路了,去其他的地方工作了, 然后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就走掉一波,走掉一波。 尽管现状堪忧,但在上海护具院,毛山玉还在坚守。 意外的是,这时,剧院又来了一位并不了解护具的领导。 我觉得很滑稽,一个领导怎么可以跟一个角发生冲突, 那你还想不想让这个剧团好啊? 尊重艺术家嘛。 剧团靠谁啊?靠权,你应该严格的讲就是这个。 你再好,尤其现在市场坚定,你再好没人买你票。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给演员的压力,是人为的,是无知造成的。 显然,那段时间的毛山玉受到了伤害, 他感到迷茫。 从十二岁起,他就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做护具演员。 然而,现状却逼着他对人生做出另外的选择。 他好像也做过什么羊毛衫啊,什么乱七八糟,做了蛮多的好像。 我们大家一起站台,帮他吆喝,然后他急啊, 后来我说,哎,你别那么急,没关系。 很煎熬的,他自己打包,你想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什么打包, 他全是自己的,全用那种绳子绑的。 我听说他好像手上什么泪出来,都泪破了,好像听他说那个时候。 也蛮艰苦的,也蛮艰苦的,很艰苦的。 因为毕竟你想搞文艺的人,跟经商嘛,不一样。 那个头脑好像,没想到那么复杂可能,就比较简单的好像。 今天的毛衫玉,几乎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我们很难想象,曾被誉为护具女皇的毛衫玉,叫卖羊毛衫的样子。 但是应该能体会到,它跌到谷底时的煎熬。 对于12岁就进入护具团,19岁成为台柱子,20多岁红遍全国的毛衫玉来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从鲜花簇拥到街头摆摊,这种巨大的落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我可以赚点钱,已经不是想着我怎么搞艺术,就是想要怎么来赚钱。 对于此时的毛衫玉来说,回归护具舞台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试图让自己忘掉护具,拼命经营自己的买卖。 而就在他自己都觉得已经绝缘护具的时候,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 2002年,由于连续亏损,上海护具院院长受不了压力,辞职不干了。 通过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推荐毛衫玉出来,担任新一任院长。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开一个什么会我记不得了,我的几个同学,大家就开会是在一起的,他们就在跟我说。 他说,你竞聘哦,你一定要出来的,我们护具院到了这种关头,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固,你不出来咋办,没什么合适的人,我还是不愿意。 毛衫玉不同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曾遭受过无系可言的委屈,更何况,此时他的生意已经步入正轨,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那么他们就开始,每个人都在跟我做工作,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也很热血的,人家这个人跟他说,那个人说我就热血沸腾了。 毛衫玉把这一过程说得过于轻描淡写,事实上,当时他出任院长,就是把自己往火上烤。 对得很惨的,钱没钱,戏没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最最就是,怎么说呢,人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已经要接不开锅了那个感觉了,就那个感觉说应聘了。 就是那个时候,毛衫玉就是做的院长,我觉得他能挑起这副胆子,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很困难,因为做院长的开始的时候,我的热情有了,但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并不充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好,做,做完了以后没多久,就,就,就,财务人员就跟我说了,毛院长该发工资了。 我工资发呀,他说没钱,张上,我吓了一大跳,那咋,发工资怎么会没钱呢? 哎呦,我头都晕了,我想这下完蛋了。 这就是毛衫玉刚接手时的现状,护剧院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衫玉愿意回来,放弃自己已经有起色的生意,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而他能这么做,可以理解为纯粹是因为热爱,和从小被灌输的那种使命感。 你想我,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家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可以炫耀的地方。 就那么一个普普通的女孩子,一个姑娘家,来从事的这个艺术。 因为从事的这个护剧,给了我那么宽的一个天地,让我能够成名,让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视线。 这医生我得到了已经很多了,如果我不是从事护剧,从事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平平平平平平平的人。 他曾经说过一句,我被护剧绑架了,这句话蛮形象的,他脱不了身不得已。 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老师领导在灌输这个,你是要担当众人的,你是要,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感觉。 这就是毛山玉愿意回护剧院的真实原因。 当护剧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要义不容辞站出来的。 好了伤疤,忘了疼。 毛山玉经常这么开自己的玩笑。 平心而论,能够回到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地方,而且还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这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戏叫十六群像。 在护剧的历史上并不算经典之作,但对于上海护剧院来说,却意义非凡。 我说我们搞苦分子,只能搞股分子了。 他就是,就是叫我们下面的员工,就是你可以出,你随便你出多少,多少,然后赚了钱以后,就是,然后再来分这个钱。 就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点回报。 股分子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再加上毛山玉的品牌效应,十六群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大概演了十场到十一场左右,全部的款项收回。 十一场以后,我们就可以分红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说好的,后来这件事情也被上海作为一个典型来宣传过的。 就说,你看,不是等靠要,不是等着政府给,就自己想办法闯随条路,用这个股分子的一种经营理念来创新这个文艺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这就是我们说十六群像对上海护菊院意义非凡的原因。 它凝聚了人心,并且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之后,毛山玉几乎每年都拍一部新戏。 大红喜事,生死对话,红灯记,肉香女,雷宇,敦煌女儿等等。 在她的努力下,上海护菊院逐渐拉回了一批流失的观众。 时事求是的说,虽然毛山玉把上海护菊院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但她依然只是解了燃眉之急而已。 在线护菊当年的辉煌已经不易,但是毛山玉却不甘心。 对于护菊,她心中还有一个宏大的规划。 2015年2月,第一届上海护菊节在毛山玉的牵头下举办。 这属于她对护菊宏大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共有7家护菊团参加了这次演出。 相约美丽奉贤,共享护菊盛会。 这是护菊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剧团集体演出。 在护菊节红地毯的走秀中,我们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细节。 作为实力和规模,都排在七家剧团首位的上海护菊院,却依顺序在第六个出场。 其实很多细节方面,她都是精心考虑的。 比如说,护菊这七个剧团的排名,就是用什么一种方法,让大家都高兴,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我考虑,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用院团成立的前后年份来决定。 上海护菊节是护菊历史上的第一次盛会,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 在市场不景气的时代,它是一次最好的推销机会。 每个护菊团都极为重视这次亮相。 但毛善玉却在其中选择了隐忍和退让。 整台晚会上,毛善玉并不是主角。 在外人看来,她就是个打杂的角色,只负责少许的串场主持。 她把整个舞台都留给了来自各个剧团的演员。 演员都是这样的,演员的天性都是,就是你好了,我也要好,都是说的那个点就是都有妒忌心理的,对吧? 都想自己出名的,都想自己是最好的。 演员这是他本身自身里边就是根子里出来的东西。 那你就是没有,不是说每个演员他都会考虑的那么多,都会考虑到大家,都会考虑到我要顾忌全局,对吧? 但是,没有出演主角的毛善玉,却是整台晚会上最操心的人。 他关注着场上的每一个细节。 如果问谁最重视这次护聚节,显然就是他。 最重视这次护聚节的人是毛善玉,牵头来做这次护聚节的人也是毛善玉。 而在这次护聚节上,亮相最少的人还是毛善玉。 为什么他要这样隐忍和退让呢? 我们在闭幕室上拍到的一个现场,应该可以解释。 这就是毛善玉选择隐忍和退让的原因。 他认为,护聚要发展,各大护聚团体必须团结起来,一起把整个护聚蛋糕做大, 而不是在像以前那样去分割本已摇摇欲坠的市场。 就让护聚的这个作为一个拳头产品,而不是大家各管各, 有的时候是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一起来发声,这个声音会更了亮一些。 毛善玉的高度你达不到的,我认为,它的高度不是说它有多大的学问。 我那天还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搞了一次,我说累死了, 他说累死了,我要趴下来,他说,我说那你这样搞了以后, 你不是年年要搞了吗?这是第一届,不是说明了第一届护聚一时节吗? 他说对啊,明年还要搞,年年要搞,要争取一年比一年搞得好。 大叔 在上海,由民间护聚票友自发组织的这样的护聚沙龙有上千个。 这是护聚赖以生存的土壤。 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清一色的中老年园。 很多人爱好护聚的话,他都是从小的时候,他们家长把它带到戏馆里面去看戏, 看了以后就让他终生就喜欢上来,我觉得这个音乐很好听。 所以你如果不培养那个年轻的观众的话, 那这个剧众的话就面临着观众色传,观众色传的话就很讨厌。 对于护聚戏迷逐渐老去的现状,毛扇玉是清楚的。 在他关于护聚未来的规划中,吸引年轻观众是重中之重。 而这就是毛扇玉这次要冒着风险去改编护聚经典甲午海战的原因。 甲午海战 首演于1962年,当时出于宣传英雄人物的需要,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尊重历史事实。 比如,英雄人物邓时昌总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样子,事实上邓时昌是反战的。 他认为当时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不是一开战, 最后他却成为被光绪皇帝逼上战场的悲剧英雄。 中党大人真是你自家没求你不掉的, 大日或小,小日或聊, 你竟心死罪, 这都不中党是你。 再比如,定远剑管带刘布禅, 在甲午海战中被刻画成了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而现实中的刘布禅并非如此, 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 他有着各种无奈和考虑。 因为我们是2015年, 我们从2015年的角度来回望120年前的甲午海战, 这段历史,那段故事和那些人,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同。 剧情上的改变显然更符合当下人们的历史观。 户剧邓世昌告别了过去那种人物脸谱化的模式。 每一个人, 包括正派和反派人物, 都是有血有肉的。 这更符合今天观众的审美观。 为了符合剧情的需要, 毛善玉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一般来说戏曲, 大多都是女人的戏比较多, 特别是护剧。 它是阴柔的, 柔美的那种格调。 但是这个戏它是比较有张力的, 它很阳刚的。 整台戏都是以男生为主体的, 男演为主体的。 我在里头演一个邓世昌的太太, 那只是一个小的亮点而已, 是寸托这个邓世昌的。 在邓世昌中, 毛善玉饰演的何如真, 是唯一的有名有姓的女性, 而且还是个小配角。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没有了原来护剧大师 丁世伯饰演的金唐妈这一角色, 自然也就没有了经典段落, 济海。 完全要改, 因为它这个整个氛围变了, 整个氛围变了, 改了嘛, 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 改戏, 最难的是你情境变了, 所有的情绪都要重新来。 戏一定要给演员写, 你现在没有丁世伯饰演的, 他们要写一个这样的人。 我压力很大, 我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不断地在说, 要想到这个季孩, 想一想, 怎么样, 从编剧一开始做大提纲的时候, 季孩有的, 这里放一点点, 为了这个季孩, 重新再设计了一个人物, 我们做了很多版本, 或者这个实在是不合理, 实在是不舒服, 好, 那就这个人物不要, 就让何鲁珍就我演这个角色, 可不可以带着孩子来寄孩, 想过各种各样办法, 到最后都觉得, 画蛇天足了, 就把他拿下, 还是没有唱。 这就是毛山玉, 在邓时昌排练过程中, 经常分心的原因所在, 他非常紧张, 害怕自己的创新, 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更何况, 还是把自己的恩师丁世娥的经典唱段拿掉, 这在讲究门第传承关系的剧团来说, 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但是为了护聚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么一个大目标, 毛山玉自己把其中的风险扛了下来。 2015年5月底, 邓时昌正式上演, 演出结束后, 毛山玉快速跑到了观众席上。 结束以后我去问过的, 我说你看的时候, 你想到季海了吗?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可以唱季海? 那个老观众跟我说, 但是看到后头, 我已经把季海忘了, 我忘了, 因为整个剧已经打动我了, 我们完全已经进入这个情景里头了, 所以你现在来问我, 对, 这还没唱, 但是我觉得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戏很完整, 所以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因为戏也好, 经典也好, 其实也是要不断地再去打磨, 经典不是说一成不变, 也是需要打磨。 邓氏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毛山玉的改编得到了观众的认评, 而毛山玉最看重的, 是观众中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的视野, 这才是最让她感到欣慰的。 今天啊, 今天它是一个直播性的节目, 从12点到1点, 然后它主要是市民对话, 像有些市民可以打电话过来的电视台。 如今, 毛山玉已经53岁, 再过几年, 她就要退休了。 今天毛山玉还特别带了你的同事, 我的小徒弟, 红豆豆, 豆豆好。 她的这个音区和赏音, 本人就给妈给了她一副好赏子, 这是她的天赋, 这些年来, 毛山玉到哪儿都会带上团里的青年演员, 实际上, 这是她愿意出去参加各种活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她希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给年轻演员争取到出头露面的机会。 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中年, 你是不是该退了? 有很多人会这样子来想问题。 你是一个老演员, 你就可以为年轻演员做一个铺路师。 也许就是这种紧迫感, 让毛山玉每天都特别忙碌。 好的, 但是我一点完了以后我要走的, 因为两点我还要去参加一个电影开幕式, 就是那个京剧的八网别机, 八网别机嘛, 三地, 那么咱们去学习了, 去看一看, 因为我们也要拍电影嘛, 那么这个戏剧电影到底怎么拍, 你要去看一下。 这首歌叫《金丝鸟》, 三十多年前由毛山玉在一个明星的遭遇中演唱, 它是奠定毛山玉护聚皇后地位的作品。 当年很多人说, 让毛山玉出演玄子是她的幸运。 三十多年后, 我们再来梳理的话, 当年护聚选择了毛山玉, 未尝不是护聚的幸运。